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在你的心中和我一样也有许多好奇和疑问 接下来让我们首先通过一段VCR来走近他 我们继续的演变和调整 宋鲁正国际政治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 昔日山东才子七年地方发改委从政经历 21世纪初在法国知名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在法从上十余年比更不错 成为欧洲华人社会的著名政治学者 红旗出版社专辑出版其著名畅销时政书籍 中国能赢三部曲 接下来我想请现场所有的朋友 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宋鲁正 宋老师 宋老师有请 舞台的时间就交给您 来带给我们您精彩的演讲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模式 它有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 我们要先想明白 为什么西方的模式 它被称为普世价值 它不适合我们 在中国行不通 第二 那我们的模式 它是什么内涵 什么是中国模式 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想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 来谈一下这两种模式的特点 以他们的未来 为什么西方的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我想有五个原因 看能不能说服大家 第一 文化是制度字母 你有什么样的文化 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我们知道最近阿拉伯之春发生了 说埃及呢 原来的摩巴拉克政府被推翻了 然后呢又出现一个新的民选政府 但是仅仅不过一年 这个民选政府也崩溃了 也倒台了 又重新出现了一个军政府 是一个没有摩巴拉克的 摩巴拉克政府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在他们这样的文化里面 可能这种制度模式是最适合他们的 这当然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那台湾是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呢 那为什么他也可以 却可以搞西方的这种制度模式呢 关于这点呢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伏笔 我们在下面会提到 但我提到 我可以提一下西方学者的看法 他们一般认为台湾模式在大陆不可行 一般有两个理由 第一 台湾太小 第二 因为美国的作用太强大 我们如果看一下历史 任何一个国家 在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 往往是代价非常的高昂 内战 政变 动乱 而且是持续的非常 大概有一个世纪 两个世纪这样子 我就以我所在的法国为例 它从1789年大革命开始 一直到现在 也就两百多年的时间吧 出现了五个共和 两个地制 还有两次君主立宪 还有一次巴黎公社 差不多是每二十年 就要发生一次体制的巨大的变化 而每一次的这种巨变 都是通过战争 政变 还有动乱的方式 哪怕是第一次共和 1957年的时候 它崩溃了 当时法国发生了军事政变 派去镇压的军事力量 倒戈 国家财政已经破产 处于失控的状态 最后不得不把戴高乐将军请出来 利用他的很高的威望 才解决这场危机 他重新修订了一部宪法 建立了第五共和 这就是才是几十年之前的事情 像德国和日本 它甚至是在美国盟军占领的情况下 才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 全群化时代 如果我们重走西方这个路 我们要重新出现那种魅战 动乱 这样的代价 我们能不能够付得起 当然也有很多咱们国内 主张西方民主的学者 也认为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跨越 像民主转型 就像乘坐一架飞机 飞机有可能会坠毁 他又举过这样的例子 就说的危险性是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想一下 我们一个国家 如果真的像一个飞机一样的话 它坠毁了 那我们还有可能再重生的可能吗 已经没有了 这是我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呢 我们看一下 不管你是老牌的民主国家 还是新兴的民主国家 只要你是多民族的国家 肯定会导致国家分裂 今年英国搞了一场公投 就苏格兰独立公投 虽然它失败了 但是它也说明 英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民主国家 它也没有办法解决 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问题 和国家认同问题 至于新兴的民主国家 你想苏联解体了 南斯拉夫解体了 捷克和斯洛伐克也解体了 今天 西埋牙还有巴斯克的独立问题 加拿大也有魁比克的独立问题 还有法国也有科技家的独立问题 但是我们想一下 我们中国 它是一个有着远远流长历史 大一统传统的国家 我们怎么能够可能接受一个国家被分裂的这种状况 这种后果 我们是不可能去接受的 所以这是我的第三个理由 第四个理由 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历史 他们都是渐进式发展民主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号称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但那个时候 只有1%左右的人有投票权 妇女没有投票权 穷人没有投票权 只有那些交了税的 有一定财产的人 也就是1%才有投票权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 这是一个民主的政体 因为当时世界上就是这样的标准 瑞士 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民主国家 1971年 比我们的改革开放早了7年 妇女才有投票权 1965年 美国黑人才真正获得了投票权 比我们的改革开放早了13年 但是 如果你现在你要再想民主化的话 怎么样 只能是一步到位似的 你就不可能说 我再像西方一样 妇女没有投票权 你没有受过教育 你的财产 你是一个穷人 你不能没有投票权 这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必须是一步到位式的要搞民主 但是我们想一想 西方这种渐进式搞民主的方式 代价都这么高 那我们一步到位式的 这种改革 这种演变的话 代价恐怕会更高 这是我反对的第四个理由 第五个理由 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 大家想一想 苏东坡来的时候 西方是怎么对待东欧国家的 是吧 你很困难 好 我援助你 是吧 你转型 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好 我帮你去解决 但是当俄罗斯也采用同样的方式 进行转型的时候 西方怎么样呢 不但是没有给他很必要的帮助 反而是落井下石 落井下石 为什么 地缘政治的原因 因为他们希望俄罗斯进一步分裂 让他永久丧失 挑战西方的能力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地缘政治地图 俄罗斯是不是又在和西方 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西方当时它是有远见的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 再让俄罗斯去解体 那好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中国民主化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觉得西方 是会像对待俄罗斯一样对待我们呢 还是会像对待东欧那些小国家一样去做呢 答案很显然 美国也希望我们去解体 它最希望我们中国变成一个什么呢 无数个瑞士 你很富裕 你很稳定 不会给美国添麻烦 不会输出贫困 同时呢 你还非常弱小 因为瑞士很小嘛 国家 对不对 所以这五个理由 是我认为西方这种制度模式 永远不可能在中国能够行不通 当然这个问题呢 大家恐怕凭着也想过 我们在后面还会有交流的机会 第二部分 那什么是中国模式呢 既然西方模式行不通 那我们是不是中国模式呢 一个国家的模式有三个层次 政治模式 经济模式 和社会模式 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模式 我们先看政治模式 大家看看 能不能认同 第一 一个政治中心 人才长期的培养和选拔 第三 是任期制 第四 是年龄的限制 一个政治中心 人才的选拔和长期的培养 是我们的政治传统 我们几千年就这么过来的 这是对传统的继承 任期制 是学习的西方 借鉴的西方 我们以前没有 至于年龄的限制 只有中国才有 其他国家都没有 我两千年去法国的时候 法国正好举行 县市长的选举 很多市长都干了 好几十年了 还在干 因为他选上就可以继续干 他没有任期的限制 这点只有我们中国才有 以前 西方媒体总批评说 你看我们中国的人大会 人大代表 很多是被抬着进去的 老太隆重 现在这一幕 中国已经没有了 但你如果看法国的参议院 众议院 80的90的张耀佑 张耀佑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 还代表着这个选区的利益 就我选他 反正他就能代表我的利益 这他多长年龄 是吧 政府也法律也没有规定 那我也 我觉得那就选就可以了 关于政治模式 我下面还有一些 第三部分还会要再讲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 那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现在全球基本上都是搞市场经济 但是中国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说美国叫自由市场经济 德国叫社会市场经济 法国叫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 中国我觉得有点类似 有两个非常不同的特点 第一 政府很强势 政府很强势 或者党和政府很强势 我曾经有一次陪一个法国代表团 去相当访问 一记这个城市 当时看到一个横幅 叫全党抓经济 老外看不懂 看不懂 我说就是说 我们党和政府都在抓经济 就是我们非常强势 第二 国有企业的比重非常的高 这两点呢 在经济学界有争议 有争议 我呢是这样看的 08年经济危机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抗危机 那时候民营资本干什么去了 躲避风险去了 因为民营资本它追求的是利益 是利润 对不对 你危机来的时候 我不可能和你去对抗 我要先避险 我要先逃 那谁来对抗经济危机呢 那只有国有企业 对抗一场危机 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 你毕竟还有国外的因素 还有国内的因素 所以强势政府 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优势 而且在全球化时代 危机是一个高贫 高发的一个状态 我们想想 从我们打开关门之后 先是墨西哥经济危机 对吧 后来还有东南亚经济危机 也就是泰国经济危机 再后来俄罗斯的经济危机 还有拉美 一直到最后美国的经济危机 基本上每隔几年就来一次 这种如此频繁的 如此高的频率的经济危机的到来 它确实就需要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所以我认为我们成功的原因也在这里 这是经济模式 最后就是社会模式 就我们所说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觉得咱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变化最大的就是社会模式 你们可能都没有记忆 以前就是我们的生老病死 政府是包下来的 不需要我们管 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我们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也和国际社会也差不多了 是政府 企业 当然也包括社会 以及个人三方承担 但是我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用了一个词 叫低水平 高覆盖 低水平是相对而言的 只是比西方 比苏联和前东欧国家要低 但是比其他的国家都要高得很多 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言由成果 是香港中文大学 王少光老师做了研究 大家倒是可以去看一看 他整个的完整的文章 数据非常的详实 我这里只是引用他的一个结论 我觉得我们这个低水平高覆盖 体现了三个精神 第一 社会主义精神 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它追求平等 它要照顾弱者群体 所以你必须要建立 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 中国辱家文化 仁爱的思想 辱家文化它就讲究仁爱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社会保障体系 也反映了我们这个 辱家仁爱的这种传统 第三个思想呢 就是我们传统上讲 天行见 君子自强不息 我去台湾很多次 观摩选举 我到了夜市上 会发现很多 七八十的老妈妈 老大爷 正要在那里卖水果 卖饮料 后来我就问 在台湾的学者和朋友 他们说 因为在我们台湾 我们也是中华文化 我们觉得一个人 特别一个年轻人 你年轻力壮 你不去干活 不去干工作 就等着去拿政府的补助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耻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应该 尽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 所以在台湾 医疗保障体系 可以说是实际上非常好的了 但是它的失业 低保 做得并不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低水平 就反映了那种 天行见 君子自强不息 我们还是觉得一个人 应该他要去努力 工作去做贡献 这个西方 好 我选上你了 说你要管我 我失业了 或者我不想工作了 你也得给我一定的经济支持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政治模式 经济模式 社会模式 就共成了中国模式 都有我们自己独特的特点 和不一样的地方 下面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从东西方 对比的角度 来谈谈各自的特点和未来 我在谈中国模式的时候 我很少用西方的政治术语 或者我基本不用 它就是民主和专制 当然我不是因为 它就是两分法 而是因为 以我在法国的生活经验 我发现 任何一个术语 它都有特定的背景 和含义的 是不能够随便拿来用的 我举一个非常小的 我生活中的例子 大家就明白我在讲什么 有一次我在法国拉肚子 我去看医生 医生给我开了药以后 给我说了一句话 你们能不能听懂 你们听一听 他说你不要吃青菜 大家想想 我拉肚子和吃青菜有什么关系 在中国大家会说 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 对不对 他说我不要吃青菜 但是我在法国生活 我一听过就明白 它什么意思了 因为法国的青菜都是生吃的 你拉肚子当然不能生吃青菜了 是吧 你脱离这个背景 一个生慌的词 你就离也不了 更换换我们要描写一个制度 一个制度 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利益 比如说百姓 群众 人民 你翻成英语 全是劈跑 但在中国它含义一样吗 什么叫百姓啊 不拿百姓 一针一线 是指的军方和咱们地方 是吧 军队上就会说 我们不能和老百姓一样 我会这样讲 群众什么意思呢 和党员对称的 党员和群众 我们是有特定含义的 人民 当然就是 这个含义就是一样的 就是劈跑 对不对 还有一个词 大家可能觉得更有意思 民主党派 我们一提民主党派这四个字 就知道指的是 中华民国时期成立的 那八个 对吧 和共产党是盟友的政党 但你要翻译成 democratic party 哇 那共产党是什么了 那这八个党是 民主的党派 那共产党是不民主党派吗 韩语就完全就变掉了 那好 你既然你不用西方的政治学术语 当然我们也知道 政治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嘛 那 孙老师 那你用什么词来表述 好 大家听一听 我说 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 没错吧 中国是定期的换人 但不换党 阿拉伯社会是既不换人 也不换党 结果我们看看现状 西方是经济危机 阿拉伯社会是革命和动荡 现在还在动荡着 只有中国是一枝独秀 稳定的高速在发展 什么原因呢 一个制度要想聊好运转 两个条件 稳定性和灵活性 西方有灵活性 他换人换党 但没有稳定性 阿拉伯社会呢 他有稳定性 因为他什么也不换 对吧 但他没有灵活性 只有中国这种模式 把稳定性和灵活性 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东西方对比的 第一个 第二条 西方的政党 它只代表部分的百姓 部分的群体 中国共产党呢 它是代表的全民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西方是选举嘛 是吧 我只要赢得51%的选票 甚至说我要赢得 30%以上的选票 我就能够胜选 另外呢 他每一个党 他都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有自己的价值观 他比如说共互党 我代表右派 代表大财团 美国的民主党呢 是代表的弱势群体 代表的是百姓 它本身就有一个代表性 它不可能代表全民 后果 我们看到 如果 是共互党执政的话 那民主党 它执政的城市 就会受到中央的 不公正的对待 今年的台湾呢 曾经发生了一次洪水 后果呢 非常严重 结果当地的市政府 他不去思考 哎呀 我哪里做的不好 他说哎呀 是你国民党执政 你不给我 修水利的钱 他就会这样讲 施子求是说 也没有冤枉国民党 但是呢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也这么干 都一样 他只代表 部分人群体 我要举我们法国的例子 法国呢 有三大少数群体啊 穆斯林 犹太人 和华人 其实我们都是有选票的 但是选票太少 因为穆斯林七百万人很多 华人才五十万 你在六千多万 法国人里面 我们就是少数 我们这个选票 可以忽略不计 是吧 那 我们遇到问题怎么办呢 华人就靠大使馆 虽然华人 国际上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华侨还是 我是华侨 华侨还是 但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去招大使馆 大使馆只要一出面 法国政府必须忙去解决 因为中国太强大 习主席昨天刚从英国回来 大家看到了那个场面 祖国强大 华侨都不只是骄傲呢 是吧 他确实有切身利益在这里 没有人想过 我要用去选票 来汉美自己的利益 其实我还可以再多举一个例子 法国 哪怕医疗费 涨亿欧元 全国可以吵得一塌糊涂 是你要罢工 有行的 你不得安静 但是我们外国人 在办拘留的时候 以前是免费的 后来突然有一年 成了75欧了 然后又突然又有一年 变成了200多欧了 但是从来没有人和我们说过 也从来没有人去抗议过 没用 因为我们人太少 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投票权 但是你看我们中国的公安党 我们从六十多年历史来看 它从来没有只代表一个群体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农村开始的 对不对 那时候农村是最大的受益者 后来进入 那个时候谁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呢 是军队 那军队要做牺牲 要裁军 是吧 后来我们把城市改革 把改革进入到城市 然后工人呢 又开始大量的出现下岗 我们到今天我们看到 现在农民他有补助了 是吧 然后我们呢 在军事上的投资 每年都是10% 所以我们军事发展非常快 就我们是在特定阶段 我们可能会牺牲部分群体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 但是整条来看 它从来不会只偏向某一个群体 而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就是合法性 合法性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今年呢 那个王岐山书记 在会就9月份的时候 在会见就是2015 共产党和世界对话会的时候 海外学者 他提到了合法性 当时呢 我也在场 我也参加这个会 但是呢 我们要讲东西方的合法性是不一样的 西方讲的是程序 我们看的是结果 看的是结果 其实我们看看我们的历史 我们一向如此 你说李世民 他有合法性吗 我们看明朝的朱迪 他有合法性吗 也没有 但这两个人 在中国历史上 他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李世民被认为是 自孔子之后 中国第二位伟人 王莽和他们两个一样 也是没有合法性 但是他搞砸了 他失败了 所以他就被盯到了历史的赤辱柱上 又是叛贼逆子 又是怎么怎么样 对吧 中国文化就是看结果 看绩效 但西方不是 他是看程序 看程序他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去年在台湾参加选举的时候 2014年 当时叫九合一选举 台北市是谁呢 连战的儿子连胜文 出来选台北市市长 民进党就攻击连胜文 一 你是权贵 二 你是亲共 亲大陆 但是没有人说 你的能力怎么样 说我们 你选一个市长 你属于看能力 他没有 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 奥巴马为什么能够当选 当然有极尽危机的背景 是吧 这要和他的信仰 他的肤色 是吧 他的口才都有关系 为什么共和党攻击他 你是一个穆斯林 是吧 当然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的名字叫什么 有个侯赛因 他是叫侯赛因 奥巴马 但是整个名字是有个侯赛因的 一看就是穆斯林的名字 因为他父亲就是穆斯林 对吧 就攻击他的宗教信仰 也是没有人去攻击他的能力 但是能力不重要吗 关于合法性呢 我还要再讲最后一点 西方说民主提供了一个最稳定的合法性 大家也听说过这种说法 对不对 那你看看埃及 为什么他的民主一年就崩溃了 你看看乌克兰 为什么亚努科维奇 民选总统啊 是被西方支持的民众把他推翻了 不是把选票把他赶下去的 泰国 说总是在政变 泰国民主党干什么呀 反对选举 你们听说过这么滑稽的事情吗 号称民主党反对选举 原来在哪里 中国呢 我就认可绩效这个合法性 当时很多学者就做过一次 就做过很多年的 就民意调查 你的民主的理解是什么 第一选票 第二回应民意 大多数老百姓都选的是回应民意 就是还是民本思想 根本不是西方的那种选票式的民主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认可的还是绩效 你要反应民意 关于合法性呢 我就讲这么多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四个 就是政党和制度的关系 西方呢 就是政党和制度的命运是脱离的 就我这个党啊 起起伏伏 和这个制度不常影响 中国不是 就是我们这个党 和我们这个体制 是连在一起的 大家可能经常听到 国安党有这种说法 叫腐败如果不跟除 亡党亡国 真的是这样 你像苏联 没有解决问题 苏联解体了吗 国安党亡了 苏联也解体了吗 就是这样 我们真的是连在一起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它的好处就在于 我们会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会及时的警醒 它不会让一场危机 就是达到失控的状态 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 次贷危机 其实像美国这么多精英 这么多学者 他们怎么不可能 事先知道 这场经济危机的存在呢 不知道次贷危机的危险呢 当时格林斯班 经济危机之后 被国会叫到了 被叫到过去做听证会 他说不错 我知道次贷危机 但是我能做什么吗 我能让穷人没有房子 我能让财团损失吗 就是不管是财团 还是老百姓 他都得得不起 所以就让危机 自己的去达到 直立包不住火的状态 像希腊是一样的 中国的就不同 我前一年去买报纸 也买了很多杂志 老板一看我买账 咋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说老师 你说中国的房地产 你多么不满意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说房地产 全球都是个难题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美国 日本 一流国家 他们都崩溃了 中国不管怎么说 还没有崩溃 你说这么一比的话 我们是不是水平还比较要高 我们的管理水平是比较要高 英国它也崩溃了 这可不是二流国家 都是一流国家 他听 对 这倒也是 东西方制度差异的第五个部分 就是政治权力 它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在西方 政治权力 它臣服于大众和资本 而在中国 虽然这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我们资本的权力 和大众的权力 在迅速的崛起 但是政治权力 还是拥有最终的排版权 西方这个模式 也可以好理解 因为选举 说老百姓有选票 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遏制政治权力 至于资本 因为选举需要金钱 这种情况下 这个制度也给了资本 压服政治权力的机会 我们说 在西方 十个最富的人 可以左右白宫 但在中国 一百个最富的人 都不可能左右政治局 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美国 如果你捐款 捐到一定程度 你可以被请到白宫 去吃 去住 去统计 奥巴马有一年 大概是二百多天 都是在 款待这样的人 赔吃 赔住 可是我们想一想 在中国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某一个财团 我拿一笔钱 好 习大党 你也请我去 中南海住一晚 有可能吗 其实不可能 所以说十八大以后 中国截止到目前为止 就是我们打掉的 国企的高管 就是最高层高管 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但是我就问法国的学者 我说道达尔 说你们的大企业 你们政府动得了他吗 他们说我们动不了 所有的大企业 他都动不了 动不了 所以说我们说 现在西方这个制度 它不是说是做好事 或者做坏事的问题 他就根本做不了事的问题 所以说托马斯曼 在他那本书里 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感慨 所以说我希望美国 能够做一天中国 在这一天 我们把所有 必须要通过的法案 全都通过 就不要再扯皮了 所以他这个利益集团 确实非常的强大 我们知道奥巴马 一上任的时候 就说要向中国学习 建高铁 当时第一条高铁 它规划的是 联邦政府出90%的钱 地方政府大概只是 负担10%的费用 结果到现在 一寸高铁也没有建起来 为什么呀 很简单 航空公司他不愿意 你建高铁损害了他的利益 高速公路集团 他也不愿意 因为你又损害了他的利益 老百姓他还不愿意 他又要拆迁 他要反对拆迁 你也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 就是议员 凡是这条高铁经过的议员的家乡 他说你都不许在这给我停一站 那我五步一停的话 那叫高铁吗 是吧 你不行我就给你黄了 我就不让你建 最后就不见耳散火了 虽然是联邦政府投90%的钱 其实在中国建高铁 肯定会对航空业 高速公路集团 造成损害 这是毫无运用的 但是他们两个没有办法 来阻止中国建高铁 他只能怎么办呢 我降低机票的费用 我打折的比例要高 他只能靠这种办法 去迎接高铁的到来 应该刚才到来 别的办法是不可能的 这也可以通常解释 为什么印度 到现在用的都是 英国殖民地时期建的铁路 全国只有一条高速公路 没有办法 你没办法搞拆迁 利益集团也都反对 你又是一种选票式的 一定票的民主制度 没有办法 谁都没有办法 所以说只要是去过印度的人说 印度永远不可能赶上中国 我曾经和法国的学者私下聊过天 他说你不要对外讲 讲了反正我也不说是我说的 他说为什么我们不批评印度 第一它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好批评它 对不对 第二呢 印度它不可能成功 不会对我们共产威胁 说的很实在 它是这样 所以这五个方面 就是东西方制度对比 但还有一条就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质疑 我补充今天也给大家说一下 他说你看你中国吧 有人民代表大会 立法权利 你们还有国务院 有行政权利 那为什么你在它上面还要搞一个常委制呢 是吧 真正的决策权还在说在常委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说你这个 他是在质疑我们 你这个制度虽然不错 但是你这个制度有问题 他觉得你是语理不通 我的回答是 我说这有什么稀奇的 问你们欧盟不也这样吗 你不是也有立法权 也有行政权 但是真正起决策决策作用的谁 是欧盟委员会吗 不是欧盟理事会吗 说是他在起真正决策作用 那些都是组刑是吗 说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可能有研究欧盟的 他们就这样架构和中国完全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他们从来没这么想过 他只想想中国的问题 他没想过自己是什么样子 你们去中国吧 去学汉语 下一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好 最后一部分 未来 未来在谁手里 我们先看西方 我觉得二十世纪 人类有两个乌托邦实验 第一个乌托邦实验 是追求在经济层面上的绝对平等 就我们原来说的 叫传统的公勇制 百分之百的公勇制 证明失败了 是吧 历史证明失败了 中国也放弃了这条道路 我们走的是混合经济 第二个乌托邦实验 就是在政治层面上追求 绝对的一人一票的平等 现在来看 它也不算成功 我们不知道 欧洲和美国 搞的是不同的制度 它虽然都叫民主制度 但是模式不一样的 欧洲追求福利 美国比较追求自由竞争 但是有一个现象是完全一样的 各个负债累累 我们学经济的应该知道 国家的公勇债务 占到GDP超过70% 就达了一个危险的标准 但你看看西方 日本最高 24% 美国100% 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100%左右 好歹也都有90% 都是负债累累 就是因为像欧洲 它是借钱搞福利的模式 没有办法改变 你想想福利老百姓就上街 而美国是借贷消费 拉动经营增长的模式 它也不可改变 因为老百姓也不同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未来何在 我经常和西方的学者辩论 说你看我们美国复苏了 你们中国进入新状态了 我说我不看这个 我就看你的增长模式 有没有修正 今天的法国 财政支出 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呀 债务利息 第二位的是教育 在外面是军事 债务利息不是还债 只是支付债务利息 就是财政收入的排第一位 美国现在大概是 政府花出去的一美元 有0.5美元是借来的 你这个模式你不改变 你不可能持续 对吧 所以他未来我是不看好 更远就在他的制度本身 而中国呢 我倒是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当然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说 我们这个文明 是一个有起有福的文明 是吧 当我们衰掉的时候 它会持续很长时间 但当我们崛起的时候呢 它的持续时间也会非常的长 中国呢 现在只是处在刚刚崛起 刚刚开始的阶段 以前为什么会有循环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社会 而且是个封闭的农业社会 但现在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全球化时代 一个商业社会 甚至一个信息社会 这种循环 它已经不存在了 而且我们中国呢 是一个很善于学习的民族 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 最后呢 我的结尾是 想引用罗杰斯 写给他女儿的一段话 罗杰斯大家知道 他是被巴菲特非常推崇的一个投资家 作为经商的经验 我们可以完全不相信 商人嘛 我们也很说他有什么诚信 但我们会相信 但我们会相信一个父亲 对一个女儿说得废物之言 他说 你们去中国吧 去学汉语 下一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我想把这句话告诉所有的人 你们去中国吧 去学汉语 因为下一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您宋老师 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演讲 我知道您出的这个书 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特别是我看到这个中国能赢这个系列的第二本这个作品 您有一个副标题 强调说只有在中国才能够看到未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信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观点 那么我想知道和当下我们大家所说的这个中国梦 有没有一些必然的联系 您心中的中国梦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两千年去法国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我到了未来 因为法国那个时候比中国先进太多 嗯 就很简单的一点 他们有高铁 有就是家庭的私家车 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机 听觉哎呀这就是 我已经提前来到了一个未来 但是我在想 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超越法国 但没想到 仅仅十年 中国就实现了 当初我所想的这一切 现在呢 整个西方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 而中国的步伐呢 实际上并没有减慢 你不要看数字 它是低了 但你要想想我们的总量是多么大 你看吧 就我们每一步 我们可能卖得慢了 但我们卖得更远了 所以在这种对比下 中国全面的超越西方 是吧 是很 我觉得应该是很非常快的一个历史的臂展 当我们都超越一切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未来了 我们就是标杆了 我相信那个时候 中国不仅是创造了一个物质文明 还有文化文明 还有我们在历史上 曾经创造出来的 领先于世界的制度文明 当然这个文明 它是在一个成形当中 我都没有办法非常 说是完整的来描述出它来 但是呢 通过现在 我就能够大致地感受这个雏形 它肯定是一个 由于西方 它所能够提供给我们 人类的这种模式 它是未来这种新的模式 那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 包括您在法国这么多年 我就想知道 像您所说的这种震撼 有没有在生活当中 具体的一个事情 是最触动您 让您感觉到是最震撼的 那么一个瞬间 体现了这种超越呢 在法国 如果排第一的震撼的话 应该是2008年 奥义会的开幕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当时您在法国 对对对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法国或者世界 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 其实我举一个很小的细节 关于这个奥义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开幕式的时候 法国的主持人 他会说啊 中国怎么怎么样 当时英国队入场的时候 主持人说这么一句话 我们的朋友英国队来了 但到闭幕式的时候 主持人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的朋友中国人 开幕式是没有的 但闭幕式 主持人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当时那种感觉 那种触动 那种震撼 就油然而生 可能我觉得内心也是有一种自豪的这种 对祖国的这种感情 也是油然而生 对 我觉得今天也许这个温度有点低 有点冷 但是看着现场这么多亲爱的同学们 是因为有宋老师在这里 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温暖的 宋老师我想今天呢 他们心中也有许多的问题 想趁着有这样一个机会 和您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呢 我就想交给我们现场的同学们 看一下他们心里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问一下您啊 而且据我所知啊 今天来了一位同学 他呢 读了很多您有关的书 但是对您的观点呢 他有许多的质疑 您想见见这位同学吗 我很想回答这位同学问题 因为如果那样问题就解释不了 何来自主自信呢 好 好 有请我们这位同学 宋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 我从您的名字 我就知道宋老师是非常爱国的 刚才宋老师的演讲 论证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我还是认为宋老师的观点 太过云乐观了 我就不具体来说 我就问宋老师 如果您说中国人赢 那么中国的未来 他赢过后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我先从我这个名字的解释来说起 你的解读是我很爱的 因为有宋国 鲁国 正国 对不对 但是当年我去台湾换铁的时候 民进党的人说 你的名字不好 我说为什么呀 因为你有大一统思想 所以说 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是非 只有立场 插曲 很多人问过我 甚至质疑过我 中国能赢什么呀 赢美国 赢日本吗 什么叫赢吗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 我中国能赢是指 我们中国能够走出一条 适合自己的道路来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造福于我们自己 也造福于这个世界 这就是中国能赢的含义 好 有国富和民强 我想问 中国那最后是国强还是民富 我觉得这两个应该不冲突吧 第一 如果是民富的话 那我们以后可能就会像现在的欧洲国家一样 高福利国家 那么同样我们也会面临他们一样的问题 所以说我认为他们现在面对的 可能就是我们以后制度完成过后的 也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从这点看出来 我们制度也不一定是 您说的那样完美 而且现在所说的我们走的是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是在探索 我们是承认我们有很多问题的 所说宋老师 我觉得你的论点就更 就所以说过瘾乐观的 首先没有完美的模式 毫无疑问 第二 中国不会走欧洲这种高福利模式 如果你再走的话 那你的创新性在哪里 别人已经证明出了问题的模式 我们可以接他的教训在哪里 是吧 第三 从地球的资源存在力来说 我们永远也达不到 西方现在达到的这个分水平 但是最更重要的是 西方所建立的这种模式 它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5%的人口 消耗失业三分之一的能源 资源 这种模式它有什么合理性吗 它应该存在吗 难道不应该被中国一个更合理的模式 去取代吗 是吧 欧洲 它的人口在全球大概只占到四分之一 但是它的福利开支 占到全球的50% 你觉得这公平吗 这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吗 我觉得欧洲 它不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 只是我们借鉴的榜样 借鉴它的教育 或者借鉴它成功的某些地方 中国这个模式 肯定是一个超越过去 超越我们自己 也超越西方的模式 我觉得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 既造福于自己 而且是这个地球能够有承载力的 是吧 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最大的贡献 我们用掌声感谢我们的这位同学 谢谢你 谢谢你 虽然我们这位同学的问题可能比较犀利 但是我想呢 他也是带着一颗这个关切的心 当下年轻人可能会有许多困惑 那也许呢 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探索和决问当中 然后解答自己内心的疑问 也谢谢宋老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呢 交给我们的下一位提问的同学 好 有请 主持人好 宋老师好 我呢 先很感谢刚才宋老师的演讲 您的演讲真的非常精彩 但是很重要 不得不说 您刚才的画风有点犀利 真的有点犀利 然后我刚才是从第一节 从刚才的课一直听下来之后 我有这么几个问题 我希望老师可以为我解答一下 然后第一个 您刚才从第一方面讲西方模式 第二方面讲中国模式 第三方面讲东西方的对比 是吧 然后您在这三个方面对比中 我发现您忽视了一个问题 不知道我的发现 对不对 我发现的问题是 您忽视了人的问题 我现在先论证一下我的观点 我希望老师可以听我说一下 然后第一方面 您说文化是制度之母 然后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观点是从哪些弄矩 或者说是有哪些史诗来弄证的 可以回答一下吗 文化问题呢 是我最感兴趣的 也是我研究最多的一个问题 当然因为 就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有两天讲 实际上第一点 文化是制度之母这个结论 是我引用的 是西方的政治学家叫博克 他说的 你跟他们可以谈一下 但是我在法国生活这么多年 去了很多的国家 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因为为什么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它和别的国家 别的民族不一样 为什么 而你说到法国 就像浪漫 你说到德国就是严谨 是吧 你想到中国呢 它就是另外一种样子 就是在一种文化 这是我们区别于 不同民族 不同国家的一个标志性东西 这是第二点 现在我们开始举法国的例子 我刚去法国的时候 发现法国有两大怪现象 第一 几乎所有人都是粗心大意 粗心大意 丢三落四 我估计如果有去过法国人 大概也会有这个体会 办个事情没有条理 第二个怪现象 什么事情 全都通过纸张 你到银行开个货 一天给你来红线 一天给你来红线 什么事 都是通过信件 来和你去说明 到了后来 我才慢慢明白什么回事 因为精英的知道 他们这种国民性 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那怎么办呢 它就涉及这种制度 来尽量降低 它的国民性的危害性 那就涉及这种 通过所有的事情 我全通过纸张 全通过纸张 我不知道同学们 看没看过围城 围城第一月 你们可以会再查一查 钱荣书说的 说法国人的书 你读的话 逻辑这么有条理 怎么做一些事情 这么混乱呢 当时我也看过 没什么感觉 我去了法国 一度再看 就很有感觉 文化是不可改变 这种怎么办呢 通过一种某种制度设计 可以遏制它的 就是它的弊端 我们中国有这方面的教组 我们曾经立法 进行放鞭炮 结果随后失败了 那我们要套用 法国这个思路怎么办呢 我们不应该去进鞭炮 而应该是造绿色鞭炮 就像2004年的希腊 那个奥运会 它全从中国买的鞭炮 但是绿色鞭炮 那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 一个思路 关于文化 我还要讲一点 制度和文化的关系 如果一个文化的弊端 和一个制度的弊端 结合在一起的话 会有一个放大效应 很抽象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 山东的九文化 然后我们又进入了 汽车时代 汽车来了 九文化和汽车结合起来 汽车的危害 就出现了一个放大效应 就这个意思 法国就是一种拉丁民族 好享受 结果民主 又把选票给了 这老百姓 老百姓就愿意 更多享受 像瑞士 他们公投 大概是前年 还是去年吧 就是希望把 代薪休假 延长一星期 结果老百姓 自己把这访绝了 在瑞士搞民族 他可能是这种建国 但你到了法国 到了希腊 可能就变成 大家都在利用这个选票 来好事难度 加利福尼亚 全球第七大经营体 破产了 怎么回事啊 美国是不搞骨头的 只有加州是另外 只要搞骨头 只要是 提高福利的 预理通过 只要是 加税的 预理保证 就破产了吗 通过您刚才的讲解 我间接地发现了 另外一些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 您说是文化 可能我们的角度是 这样的角度不对 我觉得是制度决定文化 怎么是制度决定文化呢 制度 在我们 可能我们接受教育 就是从 学校来说 接受教育的关系 我们从小学 一直升到 现在 我们大脑中 一直有一个思想 我们的国家的政体 或者说国家的制度 决定我们文化的发展方向 这是 您承认这个吗 就是制度呢 对文化会有影响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这个制度 它是在我们这个文化的 突然产生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法国 它是办总统制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都有很悠久的 宰相的历史 成相的历史 所以说我们马化 已经都变成一个 现代化国家了 但是我们还是 保留这种 政府的架构 有总统 原来叫国王 有首相 现在叫总理 我们再看 英国和日本 两个岛国 都保留了 什么 捐助 是吧 所以我还是文化 是绝对制度 然后我想问一下 您刚才说 就是在 开 就是演讲的时候 说到这么一 这么一句话 就是 您说是 我们中国的政府 是强势的 对不对 我觉得您说 用强势来形容 我们中国的政府 合适吗 其实我想说一个 就是大政府和小政府的问题 小政府呢 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 英国人 对吧 他提出来的 但是 英国从来就没有采拿过 对吧 我到了西方才发现 小政府 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为什么呀 你搞福利 你必然需要大政府 你只要是福利国家 必然是大政府 怎么跟它是小政府呢 对吧 西方国家 是吧 都在搞福利 它怎么跟它是小政府呢 对吧 我们强势政府呢 是有历史远远 我们比如说 我们要抗击洪水 是吧 我们需要国家组织起来 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去组织起来 没有强势 是不行 老师 这个强势您怎么理解 什么叫强势 就是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一切 强势这个词 您觉得用的不是很 我觉得它是个中性词 就是我们这个强政词 但不是个 不好说大政国 它是个强政词 因为大政词 只是说它管的事情多 但是它这个并不一定是强政词 谢谢老师 好的 谢谢这位同学 谢谢 刚才有两位男生提问 我想问一下 现场有没有女生 有问题要跟宋老师交流的 好 这里有位女生 有请你 宋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政治专业的学生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 信仰缺失的国家 当我们中国的经济 正逐渐发展 人们的思想不可避免 开始转向金钱观 那么当我们的思想 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还是共产主义吗 我觉得中国不是一个 信仰缺失的国家 而是一个信仰多元的国家 信什么都有 佛教徒 中国是大约是世界上 基督徒反而最快的国家 我们想是多元 不应该叫缺失 当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反而在欧洲 基督教的发源地 基督教在迅速的衰落 相信基督教 信仰一定要非常非常 只有说共产主义呢 那就看你的理解是什么了 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对共产主义 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创新和补充 我们走的是一条 应该说是适合我们的国情 也适合我们 这个时代的一条 一条道路 我们的意志形态 仍然是共产主义嘛 是吧 我们没有发生变化 其实我再多讲一点 就是一个西方人的困惑 他说我们研究你们中国 怎么觉得很难啊 我看你们的五中全会 四中全会 我们都看不懂 我看你们的公报吧 看了半天也看了怎么回事 我说你看不懂的是很正常 我说你可以不妨呢 把它理解成 是我们的一种党的八股 党的八股它为什么会存在呢 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 宪政架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这么讲 你觉得可能很抽象 很抽象啊 可是你如果看一下英国 它的官方文件的话 你只是看文件 你会觉得啊 统治英国的原来是英国女王 什么皇家警察 皇家军队 什么皇家大臣 哪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它所有的这种官方的文告 就是英国的八股 它就 它有仪式性的作用 你知道吧 叫我们的几中全会 几中全会 可能正式的文告 和随后发表的细节 它就不一样 它不是三龙下国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最深 文告一发 哎呦 一片批评 一片失望 但几天之后呢 我们详细的改革放一出 哦 大家一起去 非常非常高兴 所以我对这个事 我是对照英国 我是来理解它 它是我们 或者叫宪政结构的一个部份 它是八股 但我们有需要它存在 就像英国一样 它明明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它必须要把英国女王 猜到这么高 这是官员手 这么高的位置 它所有的公文写的都是 你光看公文的话 你会误会 这是一个纯粹的 绝对君主之国家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么回答 能够是我能满足你的问题 谢谢老师 好的 谢谢这位同学 我们再提加个问题 宋老师 我们再提加个问题 好 谢谢宋老师的演讲 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刚才一直在强调 中国的总特征是什么 是政治权力大 政治政府强势 但是这一点 倒容易滋生腐败 这一滋生腐败就出现问题了 很多政治 它的权力都不透明 它运行过程都不透明 暗箱操作频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 回来的根源去 很巧 我这次九月份回来签会呢 开的就是关于腐败的 我上来了 先提出一个质疑 我根据德国 透明国际的排名 中国周边的这些民主国家 印度 印尼 蒙古 俄罗斯 泰国等等的 很多哈 菲律宾 他们的腐败成络 远远超过中国 但为什么 只有中国对 真正的反死 因为会议上有很多西方学者 就被那个质疑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 我说 因为西方他的经验 就这样子吧 你要什么搞多党三权 制衡怎么怎么样 我说那好啊 我就质疑 为什么只有中国在散服 那些国家怎么统统不在散服 而且他的腐败比中国要 严重得多 你想过这种问题 是吧 我的感觉是 腐败 是和贫穷有关系 我说一下我的原因 你看西方国家 在工业化身边 有没有不腐败 非常严重 对不对 你不是民主制度 为什么你也腐败 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你如果看一下 透明国际那个排名 泛式联系的国家 都是发达国家 富裕国家 像新加坡 不是民主国家 香港中国不是 是吧 阿兰球赛也不是 非常联系 你再往后面看 那些最腐败的国家 都是最穷的国家 对吧 腐败和制度毫无关系 那个德国通明国际 亚洲部那个主任 往上打过交道 他就说了 我们的时政言又表明了 腐败 它是个经济问题 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且他这个数据呢 是这么公布的 自从九三年 这个机构公布了反腐败 就是青年之后 中国是进步最快的 这和我们经济发展是最快的 是稳合的 其实我可以举一个 生活中的例子 你就理解 为什么说经济发展 可以遏制腐败 当然我们说西方国 也是不可不来的 国家朋友呢 我一辆轻车被拖走了 以前嘛 打电话找关系放出来 可是后来想了想 我找关系 我要起来吃饭吗 我要还有送礼吧 还有欠人情吗 可是我交发款 不是算二百块钱吗 我交的算了 不找人 是吧 就是经济发展 它提高了腐败的成本 所以说 对中国解决腐败 我很有信心 但是对那些 只要发展不前的那些国家 他们想解决腐败 没人没有 更没人可能 好的 谢谢这位同学 我想呢 今天宋老师的演讲啊 就好像为我们青年朋友 打了一针强心剂 让我们对未来 更加有信心 也再次感谢 今天到场 参与我们节目的 各位可爱的同学们 再次感谢您 能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到 我们公开课